走 聽一下 我們繼續來跟 講我們第二這個 亞洲的課程 對亞洲 我們現在要來分析 那個馬關條約 100均五年馬關條約 跟古今山和平條約 日本到底是去什麼東西 那我們台灣人 跟我們台灣人原住民 跟我們的平埔族 有什麼關係 一百均五年交友戰爭之後 台青帝國中台灣的西部 差不多在我們台灣的 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土地 連帶那個 跟那個不熟於青帝國的那個 東部和中部 那個青帆地 差不多三分之一 用馬關條約割讓給 大日本帝國 明顯擺著日本一道 我這邊現在明顯擺著日本一道 因為 他自己去搬家 搬到和家旁邊的財產都都輸掉 輸過頭的 導致1895到1915年 西萊安事件 日本花了整整20年時間 無法估計的人力跟財力 才確定征服全台 再來1945年二戰終止 到1951年 日本政府以舊金山和平條約 將台灣的主權懸空割讓 這邊寫的是日本政府 不是日本天皇 那白紙黑字由 日本政府所簽署 那個吉田茂所簽署 只放棄台灣的主權宣告權 那日本首相吉田茂 明顯也擺著世界一道 我現在要講 無論誰被誰擺著一道 倒楣都是我們台灣人 國際上的 台灣國際上的實際法理地位 是源自馬關條約上面的白紙黑字 所有權的形式 是由馬關條約一開始所記載 大清帝國皇帝 委任內閣總理大臣李鴻章 與大清帝國皇帝 委任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所簽訂 這兩個總理 去下關那個地方 簽訂下關條約 他們稱為馬關條約之後 那按照國際法二維君主制 那個他們當初是絕對君主制 那個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才是二維君主制 那台灣所有權屬於日本天皇 管理權屬於天皇委任的日本政府 意思就是說 台灣這個地方 正常的主權者是日本天皇 日本內閣總理大臣 就是台灣的一個管理權的執行者 1951年簽訂的 舊金山和平條約 日本政府所放棄的是台灣管理權 而不是日本天皇對台灣的所有權 所以我們那個日本政府首相吉田茂 只是管理者的身份 以及是管理者 因為租款的擁有價 也不是租款的擁有價 我只要給各位簡單做一個比方 一間公司的經理 不可以直接 代替公司的黨署長 簽訂跟全國公司 賣給別人 沒有那個管理 因為這個經理 他接入來的管理權的部分 可以放棄而已 不可以代替公司的黨署長 跟全國公司賣給別人 他沒有這個情況 除非董事長 有對他授權 一九十五年的時候 我們的二處世界大臣 美國跟日本戰爭之後 麥克拉社登陸 那個日本的時候 第一個時間 是請日本天皇下來 然後他後來追究的是 也是小雞國昭為首的 我們那個 內閣總理大臣 小雞國昭還有那個 其他14位 一共14位的內閣人員 下去追究他們的戰犯責任 他沒有追究天皇的責任 因為他是管理權者所為 他的戰爭是管理權 權者所為 不是天皇所為 所以天皇後來就是被 解除他的宣戰權 宣戰權就沒有了 按照國際法的二維君子制 稍微把他的權力往下放 這邊跟各位介紹一下 當初的馬關條約 那個 這是在那個 我們那個維基百科那邊 所操錄下來的 大家可以 那個回家也可以上網去看 找這個關鍵字 去把這個馬關條約 到底是怎麼簽的 我們可以做一下認證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及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未定立合約 被兩國以 及其成名同修和平 共享幸福 且杜絕將來紛爭之端 那個紛爭之端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特檢 特別派 大清帝國钦差 頭等全權大臣 太子太父文華殿大學士 北洋通商大臣 直立總督 官嫌非常的大 一等數一伯爵李鴻章 唸他的頭銜要分成兩三段 沒有辦法唸 他很大問題是賤書的 大清帝國钦差全權大臣 二品頂代前初始大臣李鯨方 拜託李鴻章跟李鯨方 他們兩個去日本 這邊是台日本帝國所派的人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特檢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 內閣總理大臣 從二位勳一等伯爵伊藤伯雲 走那個陸奧總統 那太重了 我沒想念 沒什麼意義 那個陸奧總統跟伊藤伯雲 跟他對上那個李鴻章跟李鯨方 他們去簽這個東西 一個派一個總經理 跟副總經理 派兩個各派兩個總經理 跟副總經理 去簽的這份條約 簽回來這份條約是誰的 這個條約 簽回來這個台灣的主權是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 他這裡有寫第二 第二條下 那個中國將管理下開地方之權 並將該地方所有堡壘 軍器工廠 以及一切屬公物件 永遠讓於日本 永遠讓於日本 這裡面又包括台灣全島 以及所復許各島嶼 還有第三條 第二款的第三條 還有一個澎湖列島 這裡還有用澎湖列島 把他運用那個 英國隔林威治 東京 190度起 至120度子 北緯 23度起 至24度之間的諸島嶼 他有把這個定位出來 所以這個澎湖列島 當初就已經 已經用那個所謂的那個 我們那個那個 全球定位的方式下去 把他寫出來 這當然啦 這個活動寫這樣的人 不是中國人寫 這日本人才活動寫這個東西 因為日本人有實施工業革命 然後他們第三款就是寫說 他們就地踏坎 確定化界 一個一個去點 一個一個去清點 所有的那些島嶼全部都是清點簽署 清點之後簽署 通通都有就地踏坎 確定化界 刮得很清楚 刮得很清楚 再來第四款 第四款就是他們在做 那個贊款的 那個戰爭的那個賠償款的 那個賠償軍備的部分 那種混作备拜 混作备拜 混作备拜 然後馬關條例的第五款 比較有什麼 我們的秘書長也有 給各位介紹過 本約批准互換之後限兩年之內 日本准中國讓與地方 人民願遷居讓與地方之外則 任便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 日本當初一百金五年的台灣人 有兩年選擇權的時間 這兩年給你選擇你要留在日本 你要效忠我日本 或者是你要效忠你的那個中國 你如果要效忠中國 就請你回去中國 不能留在台灣 有兩年的選擇權 那現在來台灣的時候 可以讓我們選擇權 這是國際法所規定 當初是人家在製的東西 就已經按照國際法在走 結果現在就 它還號稱 我們有去日本那裡做特區搜 不知道到底有特區搜 我還不知道 再來這裡我簡單給各位說 這也是叫我們的國際法有關係 第六款裡面 它有一個 第四項 日本成民得在中國通山口岸 曾亦任便從事各項公益製造 又得將各機器任便裝運進口 只繳鎖定進口稅 為什麼要繳進口稅 因為進口稅就是關稅 那個整個佔領地區 只能夠收取的費用叫做關稅 其他的我們現在中華民國萬萬稅 通通都不對 那個日本 那個當初美國去佔領日本的時候 也沒有叫日本人繳稅給他們美國 這都不對 這都不對 包括占幅的部分 都要儘速交還 那關稅 作為盛款並息之抵押 這全部都有規定 全部都規定 都照國際法的模式的規定 所以說比較快 日本 當初是和清帝國在交戰的時候 他們簽的合約 是簽到一清理促的 按照國際法的 那個萬國公法的 那個模式下去簽訂 全部都有在做 這20塊 再來就是他們自己的地方 這個地方 我們用Google 我們登記的時候 有興趣的 動心 我們登記的時候 我們用Google去查 這個麻關條例 他到底是怎麼簽的 我們來加醋味 我們來研究 再來 第二 要介紹我們的 呂宋島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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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測到我們同學時的 高砂義勇軍 走那個 或做我們的 美國和日本的關係 當初是 但呂宋島那裡 那個 美國的 麥克拉斯 部署了 十三萬五千個士兵 還有 227架飛機 然後那個 菲律賓群島最大的島嶼 呂宋島 那對日本帝國來講 他是非常有戰略價值的 結果 那個 那個 當初那個 那個地方叫做 柯拉克基地 那柯拉克基地 後來 因為他三面環山 都是那個 原始林 原始林 基本沒有在 那個 沒有辦法進去 他只有 留一面的那個 開口的部分 可以出去 結果 他們所有的 美軍都 往前端再集結 都往前端再補數 所以他們都沒有在注意 因為後面我們安全 一定不會出事 結果 還有日本用那個 高薩義勇軍 派的 我們那時候有參加 他們那個 呂宋島戰役的 高薩義勇軍 大約四千人左右 對 後面 左後方 後面那 開路 用番頭 用我們的 原始林的番頭 開路 開去 開去 然後 日本人 從後面 就直接把 那個 克拉克基地 也全數殲滅 包括 227個機 那個 麥克阿瑟 那個是 人生最大的挫敗 就在 就在這個地方 他的整個 那個 迪西的那個 十三萬五千名士兵 就在 李宋島 被那個 日本所殲滅 那當然是 我們那個 高薩義勇軍 去開路 那 當他走的時候 他講了一句 世界名言 I should return 意思是說 我還會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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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你報這個案子 所以 過幾六個月後 麥克阿瑟 念念不忘 呂頌島 所以他 那表達 自己嘗試收復 呂頌島 是必要的啦 一定要 這要討論 他麥克阿瑟 乾脆不要做 他沒想要做 買了 也是有啦 有收回來 所以麥克阿瑟 我們從這就可以分析 麥克阿瑟 會 會恨 會恨那個 那個台灣人的原因 就是 我們的高薩義勇軍 用反斗去放他開路 我們的高薩義勇軍 當初日本 發鞋子的時候 通通都 把他背著 牌都沒有過年 我們都 沒什麼要穿鞋子 我們 不需要穿鞋子 就能夠開路了 不像日本人 跟美國人 再來 我們 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最近的事情 一直說 歷史嘛 沒有什麼意思 我們來講一下 最近的事情 我們2007年 2004年 丹水病總統 他在 第二次院總統的 競選 真正 不然歐益 叫我們 九三國 總共有 兩百幾戶 兩百七十幾戶 包括阿美族 排灣族 南邊沒有做的 準備 原本要設一個 叫做 九三國 在那裡 大廟的地方 八爪歐益 跟我們簽一個 叫做夥伴條約 大英 因為 你要想 那個 他是要 競選二次院總統的 第一 他就是現任總統 他就是 2004年 競選前 的 那個 前一任總統 用總統之尊 白紙黑字簽下 博辦條約 答應要讓原住民建立 高砂國 結果 就任之後 卻積極拆毀 高砂國 所有的建築物 所以我們從這裡 可以看 你既然是 台灣的總統 真正是台灣人 選出來的總統 又是 中華民國總統 不管你是什麼總統 你敢有台灣的主權 他沒有台灣的主權 所以他沒辦法 他簽這個夥伴條約 後面的 英武者 說得快 就是美國真正的 台灣領權者 他也能夠讓他 真的在那個地方 建立一個高砂國嗎 當然不行 所以後來 那個 陳水扁後來 就是把那個 我們那個 高砂國那個住戶 全部把它拆遷掉 他用 一個叫做 竊佔國土的方式 下去拆遷 竊佔國土 高砂國爭議的過程之中 強調建國的原住民 曾經要求扁政府 旅行競選承諾 當初是一樣大營的 白紙黑衣的 所以他們本來要跟他們說 要用 展開國與國對等 談判關係 引發世界的 那個我們社會的樹木 其實 從我們歷史的改革來說 日本人在在 16世紀 的時候 高砂族 在把我們 西南沿岸的居民 視為那個 一個獨立王國 稱為高砂國 那是在他們 當初那個 那個真台 真台 那個真台 戰役的時候 就是他們認為 我們是一個國家 我們那個原住民是一個國家 他們有承認 所以 他這個國號 高砂國的 國號 遠遠已久 之後更具有一名像 白浪政府 反其的政治議會 那台灣的歷史之中 到底是誰 竊佔誰的生活領域 誰竊佔誰的 土地呢 大家可以好好的想一下 我這邊跟各位 介紹一下 那台澎地區一直都是 那個USMG 就是美國軍事佔領地 就算 本土台灣人 當上流亡政權的總統 就是那白紙黑字寫下條約 流亡就是流亡 代管就是代管 流亡代管的 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政權 沒有辦法代替美國 劃分出領土級的自治區 不可能給他們 所以我呼籲 那個本土的台灣各原住民 加入那個 我們民政府一起 向那個 那個真正的佔領著美國 來發聲 那個拒絕那個 中華民國流亡代管政權 我們繼續無胡作非為 黑北部 這邊有剪刀做一些簡報 當初的簡報 他這邊 拆那個高砂果之前 完全沒有做那個計畫 也沒有做那個人道的安置 因為他從來沒有 沒有把我們當城市人 不是 馬英九那個時候 沒有把我們當做人在看 是2004年的時候 淡水病總統的時候 就沒有把我們當做人在看 所以位於那個高雄縣 大 這邊寫錯了 大寮的那個 台塘土地的高砂果 被那個警方強勢警力 五個小時之內 就把原住民的家人移位平地 他們差不多要拔當的時間 他們用五個小時 所以怎麼會比較拚 有差不多四十幾個原住民的 同胞 用我們自己的肉身 去擋那個車 去擋那個怪手 同樣沒辦法捕 我們自己的家園 有去擋的人 還可以用那個妨礙公務 所以大夫 當初這些人 全部都是停扁的 結果到時候 到最後也是被 編政府所拆除 再過來他的後續 有那個要做高金素媒 跟蔡豪承諾要協助他們 向台塘合法承租土地 因為過一段之後 有人出來要討三天 我們可以來想 台灣這堂土地很強的主人 要透過日圍 用複助金的方式 給流氓者 那流氓者是來台灣 在招樓 招樓我們還要拿錢 用助金 他應該是來 帶我們家 應該是要給我們助金 結果他 我們最愛付他助金 到底誰是真正的主人 然後去 當初去擋的那個 那個 那個蘇中榮 被提爆流氓 蘇榮中先生 不好意思 蘇榮中被提爆流氓 然後被聲揚禁見 好笑的事情我先說 在今年8月1號 這一個報道 原住民日 蔡英文承諾當選之後 向原住民致歉 他也是一樣 為了他說明年齊的選舉 他只要 他要再簽一個 新的夥伴關係 在高山高山簽一個 叫做夥伴關係 現在還要簽一個新的夥伴關係 還要開始建立多元美好的家庭 當然是家庭也是這樣說 他才有報道 8月1號是三包證明為原住民的日子 所以那個民進黨的蔡英文主席 前一天晚上就先去夜宿賽德克族的清流部落 跟那個騎勞 去那個 跟那個物色事件的遺囑 會面 一同那個見證歷史 我現在 有一個簡單做一個介紹 蔡英文當選之後才要道歉 當初 去當初的那個民進黨的主席 也是同樣是 那個貴為總統的陳水扁先生 那 現在的黨 現在的黨主席是誰 一樣是他 奇怪了 為什麼一定要當選之後才能道歉 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連道歉都必須要用那個 開那個支票的方式下去兌現 實在是不知道該怎麼形容他 那我們台灣民政府這邊 已經直接建置原民州 那個 直接具有那個州級領土的 跟那個公平預算 死證之後 將會按照2007年9月13號 聯合國所通過的原住民權力宣言來辦理 我們沒有用那個什麼 把那個高山族 改造那個原住民 這有什麼好慶祝嗎 8月1號 基本沒有什麼 慶祝 那根本還是一樣 還是在歧視我們 所以我們 按照2007年9月13號 聯合國原住民權力宣言來辦理 與全世界3億5千萬的原住民同步 按照國際潮流 劃分領土及文化保護的特別自治區 我們要來做 剛才 明完那個人做 我們的民進黨企劃 我們再來 開始在說 國民黨的事情 國民黨的馬英雄 其實 我實在很不愛說他的 因為我對他的 感覺不太好 常常說 我幫你們當人看 這是要做 2007年12月27號 他說 結果 有人在說 你怎麼會這樣說 怎麼會用一個 什麼 我把你當人看的東西 結果他還說 斷章取義 血口噴人 又多 然後他後來又講說 我要教育你 你的基因沒有問題 這樣說 奇怪 我們基因有沒有問題 也不關他的事情 後來去跟 新店 新店那邊的西州部落 因為自救會心 他有回答 東崔市 他還是 台北市政府的 市長 你既然來台北就是台北人 我幫你當人看 我幫你當市民看 要好好教育你 提供機會給你 我覺得 應該這樣子做 我覺得 原住民的心態 要從那個地方調整 他自己不調整 叫我們原住民調整 奇怪 奇怪 上市主人 給我清楚 不要再說過 我不要說過他 不要說過他 這裡太多了 他都說人 斷章取義 這裡全部都有 我這裡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不要把他放棄 我們有時間 你用這個關鍵字的搜尋 這裡全部都是 當初是說的 一刀未見 一刀未見 他說 我把你當人看 我教育你的基因 我給你機會 你要按照我的遊戲規則走 再來 莫拉克 就剛才兩年前 八八豐在的時候 我們媽媽他們那邊 做娘家那邊 做村民 貴地 那個馬英九夫妻 他說 我們人是說 你很難見到你 很難看到你 我記得你很困難 你現在出現 喔 真沒客氣 你不是見到人嗎 你不是看到嗎 看到嗎 再來 馬英九所說的 鄉下的狗 不會看紅綠燈 可能是他去LongState的時候 去當鄉下的馬英九 不會看紅綠燈 不要忘記了 時間的問題 我沒什麼說話 我們過去 原住民 這次是本時代所謂的 我們現在現狀 沒有什麼 沒有很大的一個進展 在我們部落裡面 沒有很大的進展 我們的未來在哪裡 我們的未來在哪裡 是去土地的我們住民 比別 要去白人文化的地方 要被迫移到別人的文化領域 被迫使用別人的語言 被迫按照別人的作息模式 被迫忘記制的節日 被迫慶祝別人的節日 那個原民州的那個五州長他有講 我們阿美族沒有過年啊 我們的慶典 也不是說固定幾天啊 我們長老決定幾天就幾天啊 所以他們的過年 不是固定幾天啊 是看說那年 如果風修大家吃得多 如果風修吃兩天就好了 人家是要這樣符合自然嘛 什麼叫做封年季 對 如果真的做風修的時候 10天半個月也在過年 結果他已經沒有辦法 我們現在要符合 以後我們幾天就六天 固定六天 過年 被迫成為社會的邊緣人 被迫成為社會的邊緣人 那個完全沒有一技職場 沒有對我們做任何的輔導 我們去 離開我們的土地之後 我們去別人的地方 我們是要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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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真的說走到外面 真的絕望了嗎 這邊簡單介紹一下 不會絕望啦 這個是藉由當初我們七月份 六七月份有去看西拉雅 有去關心西拉雅的狀況 當初中興大學那邊 告西拉雅族他們竊戰國土 我簡單介紹一下西拉雅族 西拉雅族他現在目前還沒有被 現有的流亡政府承認他是原住民 奇怪了咧 台灣原來的主人 還需要那個流亡者 來承認是不是原住民 真的很好笑 當然是不需要 把日本時代 那個日本人對我們所做的那個調查 上面寫一個手 或者寫平譜的部分 就可以證明我們是平譜族 沒有必要他來認證 為什麼他要積極的要去 徵求這個原住民身份認證 因為當原住民有補助 為什麼現在的那個原民會的那個 那個孫主他不要讓 不要承認那個平譜族的部分 主要就是說 中華民國給他的預算 就只有這麼一點點 那這麼一點點的預算 要分給目前的56萬的那個 那個原住民的部分下去使用 如果你現在100多萬的那個平譜族 全部都擠進來的話 哇 這碗飯本來就洗個碗而已 這碗飯洗個碗而已 結果你現在還錢百幾萬人 要去分這個 那中華民國會不會補預算給他 不會 中華民國目前給原住民的預算 居然比蒙葬委員會 這個不存在的單位的預算還要少 還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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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沒辦法 他就是用這樣 他們的 我們那個原住民去當他們的那個 那個原民會的主委 然後來前置我們的平譜族 不要 不要承認他們 承認他們 他們就沒有辦法享受更好的福利 結果真的外來這裡 騎關山看不太難 這個案件就是說 我記得沒有生日 你是平保祖的那個住民 所以 你在那個新法林藏的地方 就能竊戰國土 那他們西拉雅族 也是很積極的去爭取 不是 不是我不想 不想 那個承認我是那個原住民 是你們不讓我承認的 我拿了很多證據 甚至他們 找了那林瑪利醫師去驗那個 那個我們一些DNA的一些佐證 通通都可以證明我們的那個 那個學員關係還有他的 整個那個在政治上關係 在日本時代 他們已經被承認是原住民 結果 中興大學 他們還是 不予承認 後來 兩兆就去那個法院那邊 互相提告 那 中華民國的法院他們會怎麼判 當然是 他們全員兼裁判 全員兼裁判 後來就是中興大學贏了 西拉雅族輸了 輸了就要被拆遷了嘛 被拆遷的時候 後來他們寄了一個叫做 法院執行命令出來 他們這邊有記載 在那個民國100年 就是我們今年 8月26號上午9點40分 要執行拆除台南市新化 新化地區 就是一共那時候一共有 上面是寫30幾戶 可是後來現場去看只有26戶左右 28戶左右 然後這裡這是一個執行命令 後來我們發現了說 他們 因為6月29號 他們有開了一個協調會 賴清德市長 有開了一個協調會 然後在6月29號的時候 的決議是 緩拆三個月 這個緩拆了嘛對不對 結果他7月 這邊有寫 7月15號的時候 發了一個函說要拆的 既然他協調會 然後又承諾三個月 三個月緩拆 那為什麼還開出來 因為法院是獨立機構 我判了之後 那個強制命令還是要執行 他沒有所謂的協調會這種東西 後來我們發現說他 那個 那個 已經協調會 看起來是失敗的 後來我們就 就那個邀請他們的 那個萬政總長 過來參加我們的訓練 然後我們在他們的那個地方 插了美國國企跟美國軍事佔領期 就是他們那個當初的要拆的那一戶 插了美國國企跟美國軍事佔領期 結果事情就發生了 在7月21號的時候 那個到法院去控告的那個中心大學校長 肖介夫他贏了 可是他要下台 他要下台 因為那個地方被插了美國國企 那 為什麼他要下台 因為他這樣子的話 不執行那個拆除命令 才有一個藉口 然後新的校長 是在那個 這邊有寫 這是當初那個 我們從那包裝 那個網路電台那邊去把它找出來的 新的那個中心大學校長 是在今年的8月1號 才上任 你不覺得奇怪嗎 第13屆的肖介夫校長 他在7月21號就下台 那為什麼新任校長不在同一天交接呢 為什麼要隔了10天 因為那10天沒有辦法 那個找不到人願意來接這個 中心大學的校長的職位 因為他贏了他要拆原住民的房子 那被插了美國國企 他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拆 我這邊要跟各位那個分享一下 我們用這個證明 美國的台澎地區的佔領權 凌駕於中華民國流氓代管權的之上 佔領那個美國的那個權利 才是直接權利 他那個代管權只是代替管理而已 那目前立王政府的法院的執行命令 只需要那個把那個美國國企 跟美國軍事佔領旗插上兩根旗子 就可以讓他失效 那原住民 那個大部分都沒有所謂的土地權狀 都拿不出來 可是當初日本時代就已經讓西拉雅族 就承認他是整個林場的一部分 整個林場都算他們 雖然沒有真的畫出一整塊的土地 把那個界線畫出來 可是他們不會因為說他沒有土地權狀 就在驅趕 如果更早之前去宣導這些事情 我想大家都會去做這些 就去那個舊地去登記那個地級 可是到了目前 他們西拉雅族 到現在沒有那個所謂的真正的土地權 沒有真正的土地權 那所以我們藉由這些事件 請全台灣的人民看清楚 台灣的主權並不是在 中華民國流氓政府的手上 不是在中華民國的手上 這裡證明了 在美國國旗 跟美國軍事占領旗的保護之下 中華民國流氓政府 號稱獨立運作的機關 法院執行處 也不敢動西拉雅族一草一木 甚至堂堂貴為中興大學第13屆校長 都必須在7月21號用緊急下台的方式 找個台階下 然後新任的14屆中興大學校長 8月21號才匆忙上任 期間長達10天 10天的交接且可謂聞所未聞 兩根旗幟就能夠讓法院執行令撤回 就能夠讓堂堂的中興大學校長下台 就能夠讓原住民用和平的方式 獲得生活財產保障 甚至可以將本土台灣人救出66年來的政治煉獄 他們不可否認 他們希拉雅族的自救會 運作了接近6年至8年的時間 我們看到的時候是2年前開始看到 我們從今年的5月份開始關心他們 然後到6月份發現他們的執行命令 那個協調會結果之後7月15號寄出那個執行命令 短短到現在是11月份 還不到半年時間 那我們去處理的時間 也短短不到兩個月 不到兩個月時間 就能夠把它處理 至少暫時先幫他們執學 那後續還是要他們 希拉雅族的人自己覺醒 自己覺醒他們 他們我據我所知 他們還有人想要在體制裡面 想要選裡面的議員 所以在他們裡面 都不敢去講說那個插旗子的事情 讓我們覺得也是非常的難過 還沒有找到正確的方向 就像當初摩西 帶領以色列人 離開那個危險的地方之後 他們的居民 後來就建造了金牛犊 就去崇拜偶像 他們現在也開始在造神 準備要去參加那個議員的選舉 那我們沒有辦法去 再去想要幫助他們 再來我這邊要跟各位講一下 讓我們在最需要正義的台灣母親 母親的我們這個土地上 遍地把它插滿那個美國 國企跟美國軍事佔領旗 讓此來的正義 加緊腳步 還給我們台灣人公道 用這個方式是最和平 最理性最直接 而且最有效的方式 我們不要再去街頭抗爭 不需要 一切依法論法 這是撤銷命令 撤銷命令是在8月23號所寄出來的 這一樣是同一個司法事務官所寄出來的 這邊有寫 原本是寄給八個單位 要他們全部 那一天8月23號要集結 結果我8月23號 8月22號 就帶著造相機 然後去看看他們怎麼拆 結果他們讓我失望 沒有讓我拍到任何的照片 這是用最速箭的方式 在8月23號所寄出來的 這邊要呼籲各位 我們在那個中國的那個 目前的一些 一些錯誤的思想 教導我們都是要至少門前雪 修管他人瓦上霜 這種心態 自己的護身 自己的護身 就好 別人的小孩死不掉 這種 這種錯誤的觀念 這都不是我們 原本 我們不是我們原本 原住民原住民的 本身意志 以前我們的原住民原住民 就歷史上面來看 其實我們對外族人 都是非常熱情的 都非常在這間 都非常在這間 互相都會關心 保禄 旗艦在這裡都會 互相的關心 這 簡單 給各位介紹 馬丁木德 馬丁木德 那個牧師 所講的 當納稅殺共產黨時候 我沒有出生 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 納稅殺猶太人的時候 我沒有出生 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都跟我們沒有關係 就對了 跟我們沒有關係 這點都沒有人關心 納稅殺天主教徒的時候 我沒有出生 因為我不是天主教徒 我是新教徒 然後當最後面納稅 開始在對付我的時候 就沒有人幫我們出生 沒有人跟我們出生 這個我希望 跟各位分享 要多多的關心 我們自己的社會 因為這塊土地是我們的 我們真正 這塊土地的主人 任何不公不義 我們都必須要去設法 不是說 跟自己的事情關好就好了 這是大埔事件 大埔事件的時候 那個 那個 他的那個 推土機 把這個 那個快要好的一些作物 全部都把它被平 這是當初那個 那個大埔事件 的一些抗議活動 強制徵收 這是我分析的一些 那個 那個 劉大縣長 他 做這個 毀田事件的時候 所做的一些 那個 體制內的一些法條分析 當然體制外的法條分析 也有做 那等一下跟各位介紹 他除了違反了他體制內 這麼多的法 那個法以外 他還違反了世界人權 宣言第17條 他本身的憲法第二條 第15條 第108條 然後還有他那個 我們那個 那個國際戰爭法 還有那個 很多 其實都是犯法的 結果他們叫合法 犯法的人叫做合法 那我們 臺灣人自好就地正法 被就地正法 這邊做了 好幾個案例 時間的關係 我簡單 介紹一下 這個是 凡亞泥 那個 亞洲水泥 黃沫土地運動 是在那個 華蓮縣秀林鄉的 當初有一個叫 那個秀林鄉的 利烏西出海口 的富士部落 是那個地方是 塞德克族的 德股 德股的那個 居住的地方 1973年的時候 那個亞泥 要 那個在那個地方設廠 1973年的時候 就在抗爭了 那 到了最近 才 才有一個 那個亞泥 後來就是 有去 跟他們抗爭 1973年6月 召開那個原住民地住協調會 這邊有寫 我用紅字的 我的那個 紅字的部分 跟各位介紹 涉嫌與花蓮縣秀林鄉公所偽造 原住民地住之間 的土地使用權力 拋棄書 同意書 還有承諾書 亞泥公司他自己去刻印章 自己去 為作文書 做一些對的事情 結果 他們有沒有人被判刑 沒有 他們用錢就可以把他們擺平 就可以掠奪我們 然後經過30年的時間 一間公司 那個地方設30年 去水年輕人 那個地方也給它抗抗抗抗 結果 他們贏 贏是怎樣 主要是怎樣贏 東西都黑了他 都黑了他 都叫亞泥公司黑了他 所以他們 現在就說了 必須每年付出1800萬的租金 給秀林鄉公所 有啦 最近還有在付 可是 長達30年的時間 那些人 如果沒有自己的土地 能夠活30年嗎 通通都是被 一天一天的被折磨 每一天都是折磨 一共被折磨了30年的時間 時間的關係 我這邊其他案例 包括那個 大甲溪流域啦 這些我就不再去介紹 還有泰安溫泉 這也是那個 那個 那個 Diane的 這邊建議跟大家 我們把 美國 國企跟美國軍事佔領期 插在需要正義的地方 台灣原民組 製救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 加入台灣民政府組織 然後在我們的住所 插上美國國企跟美國軍事佔領期 這邊簡單介紹一下 最近 那個網友 有 有 去幫我們 那個處理了一些 案件 這是那個 A7站 就是那桃園捷運 這個周邊 A7站 那周邊土地 那個 那個 聯網政府的行政院 下達行政命令 對那個 人民的持有財產 還有那個土地 進行預標收 強制徵收 為什麼要預標收 因為他們徵收 一開始徵收 有些人他們會願意配合 有些財產都願意配合 可是 大部分的地主 他們都 不想配合 因為他們的一些徵收條件 非常的差 非常的差 然後他們徵收的價格 一直壓一直壓 壓到現在 一瓶說要用2萬塊下去徵收 要換地的方式 如果接受換地的方式的話 就是說 你現在一百瓶的土地給我 然後一瓶2萬塊跟你收就2百萬 到時候我那個 那個整個建置好之後 土地一瓶賣你45萬 所以我們拿 當初的一百瓶的土地去 跟他換不到五瓶的土地 這是 滑天下之大忌 滑天下之大忌 那他 既然在台面上 沒有辦法跟你掠奪 然後他就勾結財團 就用財團預標售的方式 讓第三者去介入 第三者包括黑道 然後那些黑道就去恐嚇 那些住家說 趕快趕快搬走 趕快把土地全都交出來 不管的話 你的孩子在哪裡上課會為危險 對不對 家裡面會失火 去放這種風聲 黑道治國 那後來他們的 那個住戶自救會 就早上的那個立法院 還有早上的監察院 監察院現在也在審理這件事情 那立法院執行的時候 內政部長 那個江大部長他說 因為無法 所以沒有違法 因為沒有法令規定說能這麼做 所以他們這麼做是沒有違法的 他是這麼解釋 他默示的是 我這邊要跟各位講的是 他默示的是國際戰爭法 美國憲法 海牙人權第四道公約 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七條 很多的法律 他冒犯了很多的法律 流亡政府 是連依法行政都沒有的恐怖子 我要跟各位問 流亡政府這麼做有違憲嗎 當然有違憲 當然是有違憲的 因為他沒有法源 所以他下了一道行政命令 作為他的執行依據 一道行政命令 就作為他的行政依據 這是中華民國憲法 在流亡 我這邊寫流亡憲法的第二條 寫說主權在民 主權在民 那既然主權在民 你行政院長又是個什麼東西 你怎麼可以下個行政命令 就要把別人的主權給收走 什麼東西叫主權在民 不對啊 全世界只有中華民國有寫這個主權 這是中華民國憲法 當初的那個原本 我們把它當初的照片 所拉出來 這邊第二條寫的 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這好笑了齁 那請問一下 你的主權在國民全體 那是不是你的人民本身就擁有主權 那每個人走到哪裡 就是他的國家囉 就是他可以佔有囉 那不對齁 只有國家才擁有主權 所謂的領土就是像 主權領有的土地叫做領土 像主權者領有的土地叫做領土 那我們台灣的主權在誰身上 在日本天皇身上 在日本天皇身上的主權 那我們是本土台灣人 那我們當初是1945年4月1號的時候 有向日本天皇主權者 就地領有的土地齁 所以我們台灣人的土地齁 才不是他們中華民國什麼 什麼國民全體齁 那個主權在國民全體齁 那不對齁 可是剛剛講的這個 那個行政院長的這個行政命令齁 他本身也冒犯了那個憲法第二條 主權在民齁 既然主權在民 你怎麼用行政命令 就可以跟人家徵守 這不對齁 再來他的第45條齁 人民有生存權 工作權有私有財產權 那這條憲法又是什麼 這條憲法又是什麼齁 都是寫給人家看的齁 因為無法說也沒有違法 然後流氧憲法架構裡面的主權 領土齁 不包括台澎地區 那他的那個整個憲法裡面架構的人民齁 也不包括本土台灣人齁 因為他的憲法齁 憲法那個那個那個擬定的時候齁 他的人民根本沒有 包括那個台灣齁 那台灣人當初就是 那個時間點齁 就是日本人齁 是日本人齁 所以他的憲法齁 他發給我們那個 那個國民身份證 就可以去執行公民的義務齁 所以我們可以把自己的身份證拿出來看齁 他看裡面的身份證是寫國民身份證 或者是公民身份證齁 那他的憲法又規定說 公民擁有一個投票權齁 選舉權齁 那請問一下 那我們為什麼不發 中華民國公民身份證給我們去執行投票 為什麼叫我們拿著國民身份證就可以去投票 全世界記得他這樣子亂搞齁 這不對啊 只有公民才擁有那個公民權齁 投票也是公民權 所以他的選舉本身就是一個很 很大的一個笑話齁 那本土台灣人不是中華民國國民齁 本土台灣人資金人是被占領狀態下的天皇皇民齁齁 那代代相傳的土地是1945年4月1號造書頒布之後 附帶就立向天皇主權架構下領有的皇土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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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待 當初美國去佔領日本的時候 也是視同日本人為他們美國海外的國民 這是暫時效忠的部分 那他有給日本人選擇美國總統的權利嗎 當然是沒有 因為國民是不具有公民權的 只有公民才具有權利 所以目前我們身上 他發給我們的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能夠行使公民權嗎 當然是不行 這不對 那我們這邊 那個但因人受到佔領者憲法保護 真正的佔領者是美國 美國才是真正的佔領者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應該要受到 美國的憲法所保護 那怎麼樣子去宣告呢 就是我們插上美國國橋 說這個地方已經美國 那個直接管理了 那你不需要再代管 我們必須要對他宣告 就能夠解除他對我們的侵略 這是天皇造書的部分 日本天皇玉仁他那個陛下他在那個1945年4月1號 的一個造書 上面這一個是讓我們擁有參戰權跟參政權 參戰跟參政權 一個是權利一個是義務 當然給我們參政權 當然我們就是為要為他效命 如果犧牲生命也要在所不惜 這是一個國家跟那個人民之間的互相的權利跟義務 參戰權跟參政權 那為了這個參政權的部分 他這個地方 這第二下面這個是他修改他的那個參議院的法令 那個法律第3034號 用這個去修正他們的那個那個參議員 所以用到第二張 下面這一張那個那個造書 讓我們有三個貴族院的席次 有五個那個眾議院的席次 當初一共有八個人去參參加他們的政權 這邊要注意這兩件文件就是 台灣主權至今仍在天皇的手中的證據 那我們要把那個正義插在需要的地方 這個地方是那個桃園捷運周邊 其實桃園捷運他這一塊土地 那個根本就不會影響到他的那個整個捷運架構 只是說這個地方因為捷運在這地方設戰之後 這地方會有很大的開發利益 那個地方會有都市化 那個重新規劃的一個土地利益在 據說有上千億左右 那目前這整塊地區 有567家這數據剛剛好 那是監察院提供的數據 567家的工廠 有一萬一千多名的那個人在這個地方工作 那些567家的工廠如果 那小型工廠如果被拆除之後 那一萬多人跟著失業 所以那些地主他不是說 那個可憐他自己 因為他自己收一收還有一點錢 問題是他那些勞工怎麼辦 那些人一萬多人同時失業 他在造就他失業 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們在打包 他們知道自己準備要滾蛋了 所以準備在打包 那我們在這整個區塊 牛角坡這整個區塊 那個他們的住戶 自己去買了國旗 然後把它插滿 插滿 這就是那個牛角坡那個附近 這個地方 那個我們這個是 那個美國軍事佔領期 對方每個工廠 全面都已經插起來 整條路上 這邊上下班的時候 一萬多人會經過 這是一個木漆工廠 木漆工廠把它插起來 這是裡面是53加倫桶的 一些廢棄的回收站 這是他們很多工廠共用的 一個53加倫桶 連這邊全部都要插 你看我這邊除了插旗子之外 這邊還有一個 他們這邊很多的黑道在這邊 已經分割了 已經做好利益分配了 我們去看看那個現場的時候 因為他們插了旗子之後 我們後來知道這件事情有去看 看一看之後發現了 他們的那個每個住戶 門前的這個電話號碼通通不一樣 為什麼 我們後來去分析這個原因 因為他們的黑道 已經在後面分好利益了 這樣子的話 大家不會互相競爭 那些人家會不會打拼那些價錢 那些價錢才會很高 那些地主才會插 所以他們每一戶就只有 就是一個電話號 就是在那個地方這樣子 然後四處超 我們那個 那個 連那個檳榜攤都有 都有我們旗子 有我們旗子 這個也是 連那個土地公廟都不保 土地公土地不保 土地公土地不保 所以連土地公 那個 那個廟柱 他都把他插起美國國旗 因為他自己已經沒有辦法 用神的力量 已經沒有辦法解救他自己 只好藉由上帝之手 那個我們 希望那個正義之師 趕緊進來 處理掉這個 那個非法的御標獸 後來他們寄了純正信 這是後來我們去處理的社會 他們 他們有 有給我們看 那住戶的那次就會非常 上一期優待 他不是等著他來告 他直接用純正信函 你跟他 下馬威 你那個 那個 在御標獸試試看 他 他看到希臘亞的事情之後 他們也把美國國旗插起來 後來 寫了純正信函 包括那些照片之後 都寄給他們 事情發生 他們抗爭了 那個接近兩年的時間 從頭到尾那個行政院的那個 吳敦儀 那個通通不理他們 反正就是 一道命令下去 將一話就 處理得好好的 台灣縣政府就 處理得好好的 時間的關係 那個 再講一下一下一下 那個行政院秘書處這邊 忽然間跟他回寒了 很快就跟他回寒了 可是他回寒很好笑 世俗貴館 他說這個 撤銷願售內中地置地 1000729159號寒 世俗貴館 我們大家看一下 願售內是什麼意思 行政院售給內政部的行政命令 所以跟他沒有關係 吳敦儀的意思是說 你們既然寫了純正信函 然後你們插了美國國旗 這件事情跟我沒有關係 你不要來追究我的戰爭法責任 那個事情是內政部長的 你去找他不要找我 世俗貴館 所以請那個內政部這邊 趕快維護 原本都不理他們的 然後我這邊要跟各位 那個也是介紹一下 牛角坡的住戶 自救會具有維護土地 正義的決心 勇敢站出來 向流亡政府拒絕徵收 還有我們一個網友 田中盛政 Tanaka先生他的引導 那期待那個整個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預標授人民土地財產的事情 可以成功 可以那個把它 讓那個我們那個 那個台灣的人民 趕快脫離這個政治戀余 感謝大家 好今天課程就講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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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